欢迎来到爱才说,我是Alex 我跟平时一样啊,上网看新闻 突然一条信息吸引了我 韩国散户损失高达2300亿韩元 企业呢,居然是港股的中期指数暴跌 这也太奇怪了吧 韩国人证券投资失败 居然是因为中国企业股价下跌 经过20多个小时的调研,顺藤摸瓜 非要形容的话,就有两个字 震惊 中国股市近两年一直下行 那最近开始因为就市措施上下震荡 简直是散户韭菜收割机啊 奇葩的是里边的散户还是很多 股市下行的背后是中国经济 人口、楼市这些基本面因素的拖累 网上不少大咖说啊 说中国只是进入了经济下行周期 而潜台词呢,是经过周期性下跌之后 会进入上涨的周期 我的看法不一样 中国经济不是进入下行周期 而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下行时代 到底中国经济出了什么问题 我先说结果,问题大了 我劝各位投资者一句啊 从2024年开始 打笑幻想远离中国 爱财说频道专门分享学校里面 学不到的财商知识 让你财富觉醒财富自由 欢迎您点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选择全部 这样就不会错过爱财说 每周更新的精彩影片了 我是真没想到啊 还有比中国散户更惨的 巨亏的重灾区 居然是投资挂钩港股雪球产品的 韩国散户 这真是躺着也中枪啊 韩国人当年购买了大量挂钩 中国香港航生国企指数 股权关联的证券 Equity Linked Securities ELS 目前这些产品已经产生了 超过2000亿韩元的本金损失 这也代表着本月到期的 4326亿韩元的雪球产品 已经普遍亏损过半 韩国版雪球跟中国版雪球 没有本质区别 通常跟股票指数挂钩 那对于投资者来说 如果底层资产表现良好 能获得一个固定收益率 一般股指表现跌破某个节点 也叫knocking price 敲入价格 就会对本金造成损失 相比对标A股的雪球产品 主要是锚定中正500和中正1000指数 韩国版雪球选择了香港的 恒生国企指数 韩国市场曾经在2020年到2021年期间 出现过一波投资恒生国企指数 关联的ELS的热潮 主要的雪球产品都是发行在2021年年初 那个时候 国企指数高达12000点 尽管敲入价格并不统一 但是普遍位于50%跌幅 期限普遍是三年 随着国企指数一路下挫 目前恒生国企指数已经位于5000点范围了 从当初高点跌幅超过了60% 普遍触发了敲入区间 由于这批雪球产品将在今年上半年到期 如果到时候股值涨不回去 当然也不可能短期涨回去 投资者们将会受到巨大的实际亏损 而投资者又都是老年人 拿棺材本出来投资 有的还借了10倍杠杆投资 韩国社会动荡这个雷呢 我看就要爆了 中国雪球爆雷啊 其实也没插到哪里去 跟中正500中正1000指数挂钩的雪球产品呢 近几个月出现了三次集中敲入 直接威胁了2000亿的雪球存量 而持有者是散户居多 跟韩国雪球爆雷的区别呢 是中国人不闹事啊 因为没有表达渠道 所以你看不见 而股市背后所反映的 首先是投资者的信心 而投资者信心来源于个体 对于经济和社会的直观感受 说白了呢 你别管每天你看到的新闻怎么说啊 你自己的感受是最真实的 对于中国人来说 人生的首要大事就是买个房 但是现在人们普遍的想法 已经180度掉头 前几个月呢 我回国啊 同学出来聚餐 饭局上被我逮到一个 开房产中介公司的同学 是一家全国连锁中介公司 他管理其中三家加盟店 我就拉着他聊房产的事情 他说你问对人了 现在全国的房产市场都不好 一二线城市 不少地方房价跌三成 三线城市有跌四成的 还是有价无市的情况 就是房东即使想要割肉七折挂出来 什么时候卖出去还真不一定 挂半年没人问的情况呢 很常见 可以说是两价七跌 别看现在放开了限购啊 又降息又降首付的市场还是很低迷 二手房还好一点啊 一手房更完蛋 前段时间恒大许家印被抓的事情 大家都还记得吧 另外几家地产企业 什么家兆业 碧桂园 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 凡是现在能卖掉的房子 首先就是品质好 价格还很低 再不就是真的 刚需房和学区房 其他条件差一点的都不好卖 所以这次回国呢 我发现以前都是大家当社畜 拼命工作 拼命贷款 赶紧买房 恨不得家里所有的钱 都放在房子里面 现在不一样了 一提到房子 大家都说 这年头谁还买房啊 就是说国内普通人 对于房产市场 已经不看好了 我的专业呢 是澳洲房产投资托管 说实话 对于中国房产的了解 不够深入 但是好在道理相通 这回呢 花了大力气啊 全面调研 查资料 一通操作下来 在我得出结论的那一刻呢 我自己都被吓到了 中国房地产 这台经济发动机 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熄火 将来还会逆势反弹吗 房地产最近低迷的氛围之下 本来没有什么新鲜事 房企每天提心吊胆的 炒房客们呢 约好了 去法拍市场见 老百姓自己的房子 也没有什么流动性 大家已经失去了 讨论房价的热情 无论是房企 还是普通的购房者 对整个房地产 未来的走势都很迷茫 不过深挖了一堆资料啊 包括过去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和相关的数据 有这么几个总结 我说说 您听听 1990年 每年造房子的面积 是1000万平方米 2000年来到了1亿平方米 到了2010年 达到了10亿平方米 2017年 中国房产商当年建设的 房地产面积 达到了17亿平方米 基本上保持每10年涨10倍的几何量级暴力增长 但是2017年达到顶峰之后不再增长 而目前房产市场已经通过了拐点 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就是整个房产的逻辑不同了 我说几个指标 你可以自己判断一下 第一 普遍社会共识是中国14亿人口是天花板 2023年全年人口减少了208万 生育率加速下降 一旦开始下降 每个几十年趋势难以逆转 第二 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65% 部分省份达到70% 而欧洲美国是75% 中国的城市化呢 实际上是把农村里的年轻人和中年人抽出来 再增长的话 也就5%到6到头了 城市住房需求增长跟不上 第三 中国的老龄化呢 已经达到20%以上 到了2030年会达到30%以上 甚至2050年 2060年会达到40%到50%都有可能 老龄人越多需要的房子就越少 反而死亡的人越多还会退出许多房子出来 以上指标呢都会影响住房的结构啊 对新房子的需求会大幅度下降 好了 第四个 中国房地产商手中啊 造好的房子 一年以上没有卖掉的有6亿平方米 那中国老百姓买下的房子 没有住的啊 就是投资房占比20% 中国总的房屋有400亿平方米 90年以来新建的商品房在老百姓手中的有300亿平方米 这300亿平方米呢 有60亿是闲置的 这种闲置每年涨个两三成 也就是五年翻一番 手里有一两套房子闲置的人 在房价涨价的预期下 你也不怕啊 房产商的房子没有卖掉 但是房子在涨价嘛 他会觉得房子没有卖 反而是划算的 但是如果房价不涨了 这个库存就会造成羁压 需求会大幅度萎缩 第五 整个中国啊 目前人均住房 19年统计是48平方米 到了2020年已经涨到50平方米 全世界发达国家里边 欧洲 美国 50平米人均就是天花板了 40年前我们人均5平方 现在变成50平方 上了天花板 即使想泡沫化需求 都泡沫不出来了 第六 中国造的房子 2000年是1亿平方米 到了2010年是10亿 到了2016到17是17亿 这17年里边造的房子 建设量涨了16倍 20年翻了四番 也是个天花板了 2020年一年 除了中国之外 全世界新建的房子 也就是20亿平方 而中国一个国家 就造了17亿平方 接近全球的一半啊 那中国呢 只占全球人口的20% 凭什么要造全球 将近一半的房子呢 你听着也不合理嘛 国内房地产市场 已经没有任何高速增长的 内在需求了 这三个指标说的是 供给量太大了 人均居住面积和建设量 也都严重过剩 好了 第七点 中国的土地价格呢 和房地产的价格翻了四倍 上海最贵的地方 恒山路啊 那个时候的房价是 6000多块 算7000块 涨了20倍的话 是14万美平方 在北京王府井最好的地段 你用20年前去计算 现在总归也是16倍以上了吧 全国在原来的基础之上呢 20年翻了四番 土地价格每亩 从100万变成了1000万 变成2000万 也是十倍十几倍的涨 当一个地方20年 翻四番的趋势存在的时候 所有的房产商都会囤房 哪怕造了房子 你卖不掉 过个五年 通过炒地 你还是赚钱的 所以大家都不怕库存 不怕规模 然后拼命的融资贷款 不但造成了供给过剩 天量房贷呢 还威胁中国的金融稳定性 这是七点了 第八点 微房旧房改造 基础设施大规模建设 也差不多了 没有这个需求了 第九 城市的学校 医院这些配套设施 其实也到头了 包括大学过剩啊 80年代大学生 在校生的占地 人均只有10平方 教育部呢 当时定了一个制度啊 大学在校生 人均学校占地 必须是50平方 那现在整个中国 3000多个大学 人均50平方已经达到了 所以也不需要再扩张了 更不需要变成4000所大学 教育公共设施也到头了 第十 房地产金融 中国的房地产商负债率 都在90% 再发展 你总不能零资产运营吧 从当年的10%到20%到80% 90%的负债率 基本上也上了天花板 再过10年 也不可能变成105%的 在这个意义上呢 不管是举债 还是公共基础设施 还是旧城改造 还是房地产的各个指标 还是老年化 城市人群 这个概念到这儿啊 就可以这么说 新阶段 新常态 就要出现了 供给端过剩 需求端减弱 这个房价怎么可能涨呢 只要房子还是市场化的商品 供需关系 就是决定房价的终极因素 在房产上 我能看到的啊 是房子将会越造越少 因为房产开发商 需要去适应新的市场环境 过个10年 房子折旧 老化 需要盖新房了 可能这个时候 才会有房价处底 开始新一轮的房价 良性 但是缓慢的恢复期 或者国家发债筹钱 把房子低价收归国有 作为保障性住房 同时租出去 收租金 不过这就相当于 韭菜们又被割了一次 关键是 还要看中国的经济 能不能从房地产 和制造业为主 成功转型 让人们口袋里面的钱 多起来 人们更愿意生育 基数 稳住 甚至是上升 这个时候 房价才有上涨的原动力 最近的数字呢 显示中国GDP 2023年 全年上涨5.2% 看着还是在上涨的 应该是经济还不错吧 但是另一方面 股市暴跌 房市暴跌 青年失业率啊 去年8月份是21.3% 后来它停止发布了 那在改变统计数据之后 刚刚发出啊 不包括在校学生 好看了一点 但是也有14.9% 相比之下呢 包含在校生的 美国青年失业率 是7.5% 比中国青年失业率高的国家 也就是像拉脱维亚啊 哥斯达利加等等 这些国家 一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同比下降0.8% 已经是连续第四个月 处于通缩区间了 说实话 研究到这里 我已经不愿意再去 用经济学的观点 分析中国经济了 因为即使数字再好看 你还是没有办法反映 经济的真实情况 钱还是赚不到 生活还是一样难 投资还是亏 反观其他国家和市场啊 印度的股市飞涨 美国股市创新高 澳洲房市连续11个月上涨 日本房市连续三年上涨 股市上涨 这些种种迹象告诉你什么呢 2024年投资的机会 不在国内 如果你还在看国内信息 说什么一片大好 或者是 已经到底了 未来只会更好 就这种话 你就会存在侥幸心理 钱放在国内 等未来股市房市 有回暖的那一天 可不可能呢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但是国内股市和房市 受到政策影响太大了 并不是纯市场化的东西 属于政策市 跟企业营收的表现关系 就会很小 而国外成熟的市场 至少可以判断大趋势 中国近年投资回报 注定没有国外好 因为经济基本面 决定了长期投资表现 所以我们回到了 影片开头说的结果 我劝各位投资者一句 从2024年开始 打笑幻想远离中国 如果你看到这里了 别忘了订阅频道 顺便帮我点个赞 这里是爱财说 分享学校里面 学不到的财商知识 我是Alex 我们下次影片见 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